好,我們歡迎陳東陳教授 謝謝 應該要這麼說 好,那大家好 首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來自金門 那我是金門大學的職工系的老師 可能如果你曾經聽過《城市人雜誌》 或者是曾經看過 那你可能會發現說 幾乎每一期呢 每一篇文章上面 那幾乎都是有我的名字 那可是其實我今天來這邊有一個 首先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因為我不知道說 到底我們辦的雜誌呢 有多少人在看 那有多少人曾經看過 所以我們希望說先做個調查 那你曾經 不管你是看過幾篇 甚至看過一兩段也OK 只要你看過或者是 看過任何一篇《城市人雜誌》的文章 或這樣子的話呢 請舉手一下讓我知道一下好嗎 哇很榮幸 謝謝各位 那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其實辦這麼久 從2013年1月號開始出刊 那其實我都一直不知道說 OK到底有多少人在看我們的雜誌 那因為我的雜誌沒有互動性的方式 那我們有一個社團 那這個社團呢 其實有蠻多的同學或者是業界的朋友 來跟我們互動 但是其實我們並不曉得到底多少人 那今天有看到在場幾乎有一半的同學 有曾經看過我們的雜誌 那這讓我真的覺得非常開心 那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們辦這個雜誌的過程 還有辦這個雜誌的動機 那以及我在辦這個雜誌的經驗當中 那可能有一些東西還值得跟各位一起拿出來分享 好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要辦這個雜誌城市人雜誌呢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也沒有辦法很精確地回答 某一個晚上我就想 我能不能做一個開放原始碼的書 那接下來做書好像太普通了 我們能不能把它變成一個雜誌 而且因為當初其實我們很希望說 OK這個雜誌還可以跟公益扯上一些關係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辦了一個公益雜誌 那於是我們初刊的時候呢 有標一個定價50塊 那我們不是說大家50塊是匯到我的戶頭 那就不公益了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的50塊是匯到羅惠傅如也基金會的帳戶 那因為這個基金會曾經幫助過很多人 那我知道那我也非常感謝他們 那他也幫助過我的家人 所以我希望說能夠回饋一點 那但是真正辦雜誌的一個原因呢 其實還有很複雜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寫了很多的教材 那可能有些同學會在網路上 不小心收到我的網站 那這些教材呢 我通通都把它放到Wikidot的網站上面 那還有一些呢 我把它後來盡量整理成書的形式 那我希望說其實有一些書 我們可以慢慢的逐步改進 改進到什麼程度呢 改進到未來各位 你會覺得說我不用買那些聖經版的教科書 我用這樣子的電子書就可以 學得很好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做到這一點 然後呢 寫成了書之後 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那這裡就困擾來了 因為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金門大學教書十年來 我一直有一個困擾 那什麼困擾呢 上課的時候 我們的同學呢 很容易受到電腦的吸引 很容易受到網路的吸引 而且在我們的學校呢 整個所有的教室幾乎都是電腦教室 那所以呢 同學很多在看臉書上網打電動 那這三件事情其實我都不太會禁止 但是我後來決定禁止最後一下 那所以看臉書和上網我是允許的 打電動 我都會請他們不要打 那還有呢 那當然如果同學很累 他們會睡覺 但有些不累他也睡覺 那所以我就覺得 那是不是有什麼辦法 我們可以讓同學們呢 能夠提起學習的熱忱 因為有時候真的 我也知道 像我們有時候我坐在下面 我聽課我覺得 哇好聊 各位快睡著了 那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那但是對我們老師來講 我們就會感覺到非常的疑惑了 那我在這邊上課 可是問題是 同學們的眼神其實是沒有交集 那我覺得其實眼神的交集 對老師來講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跟老師之間有眼神交集 我們知道說 OK那你再聽我上課 那我講的呢就會更起敬 OK 那所以我覺得 如果 你覺得這個老師上得很好 那我覺得你能夠 就是同學們能夠給老師的 最大的回饋就是 你跟老師有眼神的交集 OK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後面好像沒有換到 喔 對我是用網頁 不好意思那個 這個畫面好像沒有投影到 那我們 可能再處理 它是延伸畫面嗎 剛剛 用鏡像嗎 OK 用鏡像 鏡像 我沒有切是不是 對你沒有切 那我切一下好 不好意思喔 那個 我沒有注意到喔 我們的投影片 都一直還在第一月 那還講得這麼開心喔 真是抱歉 他要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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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右邊 右邊 喔 不要不要 可以就好了 不急不急 看一下 好沒關係喔 那我們先 好好好 OK好 你趕快看著那個 不好意思 我看著那個 好 了解 好 那 喔 這個回到開頭了喔 那我們為什麼 辦城市人雜誌 剛剛已經 講過了喔 那我 很快的 帶過一遍喔 好 那這一頁呢 就是我們 講到的部分喔 那所以對老師來講 其實我們就會有一個疑惑 像我們這樣的老師 如果同學都不來聽課 或者是來聽了 但是呢 眼神沒有交集喔 那這樣我們會感覺到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到底有什麼意義喔 那 身為一個老師 我覺得最在意的 其實應該是這件事情喔 但是 如果我們 這麼 輕易的就被 這樣一件小事 打敗的話呢 那我覺得 我們就不用當老師了 所以呢 身為一個老師 我覺得 我們絕對是 不能夠 這麼輕易的就 放棄說 OK我要把一門課 教好的這種 想法 所以 既然 我們上課的時候呢 大家都在上網 那 我就得想個解決辦法 那其實 說真的喔 我也沒有太多的創意 所以呢 要什麼解決辦法呢 就是 學生到哪裡 我就到哪裡 OK 那這是我所想到的一個解決辦法 那既然學生都在上網 臉書 用電腦 玩電動 那其實呢 我覺得這也不是壞事 當然最後一個玩電動 我是比較排斥一點 那但是 大家 既然都是在電腦上 都是在網路上的話 那 我就 追上去 那 追上去 我們 就開始說 OK 在2003年左右 我其實 自己寫一個 Web Server 自己架站 然後 自己把教材破上去 後來那個網誌開始流行了喔 那我們就 把它轉到網誌上面 那我習慣用的網誌是Wikidat 那或許有些人曾經看過 然後呢 有一些呢 我們慢慢寫成書 而且我 後來發生 發現一種習慣喔 那這個習慣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 我每次上課 我就錄影 一開始呢 我就自己架攝影機 你很少看到說 OK 有老師呢 在課堂上 在上課之前自己去架攝影機 然後 架完之後自己錄 那我就這樣子做喔 那因為 那時候其實 就是 還沒有想到說 OK 其實我有別的方法 那我們就 整個實況都錄下來 所以你可以在 YouTube上面 找到一些 有我的畫面的那種 上課錄影 那這些錄影呢 我們就都把它 放到網路上 放到YouTube上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 不管我的學生 他們到哪裡 我相信他們 如果 有去搜尋 相關的東西的話 他或許 就會看到 我所錄的影 或許會看到 我所寫的教材 這樣子 多少 我相信應該有點幫助 好 那 這種幫助呢 當然 你有時候想逃掉 但是呢 你會發現 其實中文這樣子 做的人不多 所以你要逃呢 也逃不太掉 那 其實我非常非常羨慕 有一些老師喔 那像 有一些老師 其實他教課 教得很好 那 這種老師其實是 我們一直在努力學習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有水準的差異喔 有時候我們很難得 學得到喔 那 那些上課很精彩 然後 同學們都很聚精會神的聽 那 這樣的老師到底要怎麼完成 怎麼做到這件事呢 我聽說 我聽說有一些老師 他上課呢 非常非常精彩 那精彩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 下課的時候 同學們都會站起來 起立鼓掌 那這是我的夢想 不過我們還沒有達成喔 而且呢 安口聲不斷 有時候呢 會長達三十分鐘 那 如果哪一天喔 我們來上課的時候 有發生這種情況呢 那我相信 這個世界應該快要毀滅了 好 那有時候呢 那些老師因為太精彩了喔 所以 只好被迫出來 表演安口秀 但是這點說真的 我教書到現在喔 我其實 一次都沒有碰過 那 因為這樣子呢 這種現象 我大概 只有在 只有在 安利 之類的 這種大會上面 我才有看過喔 那最近幾天好像有一個什麼大師喔 那 聽說他的會場也有這種現象喔 那既然我們說的呢 沒有什麼人在聽喔 那不如我們用寫的 那我們用寫的 那如果寫的還是沒有人聽呢 那 那我們就把它錄下來 一直播一直播 洗腦 幫各位洗腦 那 這裡就讓我想到一件事喔 最近其實教育界有一些很大的改變 是來自於網路上 但是這些網路上的教育改變 其實往往是素人開始的 那素人各位不要把它想到那個日本的某些騙子喔 那 我說的素人是指說 就是 本來不是那個專業的人喔 那這種 從素人開始的教育改變 我覺得其實對整個教育環境影響反而是更大的 那 譬如說 可汉Academy就是可汉學院的 薩瑪爾先生 薩瑪爾可汉先生 那他呢 為什麼會去創造可汉學院 如果各位同學有看過可汉學院 你會知道說 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錄影 教材 而且呢 可汉先生他其實呢 非常的奇特 如果你沒有看過TED的影片的話 你可能一直在聽他講的課 但是從來沒有看過這個人 OK 因為呢 他就只用一個手寫板 然後呢 就把畫面設成底是黑色的 然後就開始畫開始寫 然後一路講 他講了多少片呢 他在 就是可汉學院還沒有很大的時候 他一個人 就錄了2400多個影片 然後呢 全部都放到可汉學院的網站上 OK 那這件事情其實造成了很大的教育改變 就是 後來比爾蓋茨看到可汉學院的網站 那他說哇 這是太棒了 因為 這是我夢寐以求的那種教學方法 他居然把我女兒的 的數學教會 OK 所以他就決定 要捐款給可汉學院 後來可汉學院第一次就拿到 100萬美金 那這就讓他有一個 有一個新的可能性 好 但是呢 各位可能沒有想過他為什麼 為什麼 要做這件事情 他為什麼要把影片 而且自己本身不露面 然後完全用錄影的方式 上傳到網路 那其實這是有典故的 這是什麼典故呢 因為他的表弟 就是他的學生 因為他是一個 我印象中是 印度旁邊那個國家叫什麼 我忘記了 然後那個他是 他是 孟加拉 他是華裔 不是 孟加拉裔的美國人 那孟加拉裔的美國人 他們家族性很強 那所以他們會 家族上面會 請他去教那些小孩功課 那他們也是蠻注重功課 那可是呢 他就常常去教他的表弟啊 表妹啊功課 那教一教之後呢 有一天 他的表弟跟他說 說我如果不要看到你的臉 那我上課學習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這時候呢 可汉先生就覺得 嗯 當然自尊心可能會有點受傷 可是 事實上這激發他 激發了他的一個潜力 當然一個 身為一個老師 當然不可能這麼輕易被打倒 所以呢 他就決定 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可汉先生 他就決定說 OK 我們如果用螢幕錄影的方式 那 就絕對不會錄到 我的臉 那所以呢 這個故事 其實告訴我們一件事 其實告訴我們一件事就是 如果上帝呢 關了一扇門 他通常會再幫你開上另外一扇 那我們 中國話有一句話說 山不轉路轉 那萬一 那萬一 路也不轉呢 那 那 對我來講呢 我就自己來轉 那 有時候呢 我們轉著轉著轉著 你就會發現一定會發生一件事嘛 我們的頭會很暈 但是有時候呢 轉著轉著 你會發現 欸 這個世界其實 會變得不一樣 那 有時候 我們會看到 新的世界 OK 所以 其實呢 我會去寫網誌 那會去寫書 會去辦雜誌 那 其實都是有原因的 那大概有一些脈絡 可以追尋 那 原因往往不只是一種 那 其中的一個原因呢 是 我很不喜歡投稿論文 那 投稿論文 對我來講 其實是一件 沒有樂趣的事情 那 所以我也不想逼自己 那 為什麼我不喜歡呢 因為 論文通常很嚴肅 那 各位 如果你曾經看過城市人雜誌 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我寫的文章 是不那麼正統的 那是一個 很隨性 而且裡面一定要有城市 我幾乎 很喜歡用城市來講例子 讓城市自己來說 述說這個故事 而不是由我 加了很多東西進去 那 所以呢 我既然不投論文 那 投論文又要經過審查 才可以刊登 那 我在這邊順便附帶提到一點 各位 如果你寫文章 投到我們城市人雜誌呢 我保證 不審查 原文刊登 但是 你要簽一個授權書 保證 你不侵犯著作權 OK 否則的話 那可能 我過幾天 就會接到 那個法院的傳票 所以 其實我前一陣子 還真的接到了 傳票 不過 不是像PTT那樣 版主被告 而是我開的社團裡面呢 有人吵架 那一個人呢 就告了另外一個人 結果我只好去當證人 因為我是那個社團的創始人 好 那所以呢 我們 如果不喜歡寫論文 那 寫東西 還要經過審查 才可以刊登 這 會讓我很不爽 那 甚至各位如果 曾經投稿過論文的話 你會知道說 其實 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的論文 還要交錢 才可以刊登 而且 還很貴喔 那我也不想交這個錢 那 對我來講 就是賠了夫人又責兵 所以我非常的不懂 不懂 為什麼 學術界那麼多人 都這麼喜歡投論文 那 我想主要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它可以拿來升等 但是 我們不能去否認 其實有很多 很多人其實 他是為了 為了 讓科學有更進一步的進展 那 或者是 他 很 熱衷於 做學術研究 那這種的論文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東西 那 所以 我覺得不能夠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那 所以呢 我就決定一件事情 就是放棄升等 那 所以如果你 注意到我的頭銜的話 你會發現說 OK 我十年前是助理教授 我現在還是助理教授 好 好 那 這樣子我就 放棄了論文之後 到底我得到什麼東西呢 其實 放棄了論文之後 我得到了幾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我可以快樂的寫程式 快樂的寫文章 然後 快樂的上課 那 這個東西是我想要的 我希望說我的 我的人生裡面是 是 充滿我想要的東西 那在大學裡面 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就是 我們可以做一些 在業界裡面 他們可能想做 但是 他被 他沒有時間去做 他必須要 必須要花時間去 去做工作上的事情 但是我們每天呢 大概就只有三小時的課 我們有另外的三小時可以用 所以我後來就想著說 OK 那寫給期刊來刊呢 不如我自己來辦一個 那 要不要在意說 那個期刊到底有沒有點數呢 反正我也不生疼 所以無所謂啊 沒有點數是無所謂的 那這樣不但不用交錢呢 這個是我對 被迫寫論文這件事情的想法 因為你要交錢給那些期刊 那這裡其實還有一個故事喔 那 就是有一個人 他因為 因為論文這件事情後來自殺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聽過 OK 不是我們台灣啦 是個外國人 叫阿隆斯瓦斯 那阿隆他是什麼人呢 他就是 他其實是非常傑出的人喔 阿隆他是一個 就是非常傑出的年輕人 他 各位如果有 聽過 那個人 有人在用 Markdown來寫文章嗎 各位我今天的這個投影片 我也是用Markdown的語法寫的 我們用Markdown把它轉成HTML OK 那我用Pandalk這個工具把它轉過去 所以我今天可以很快的寫文章 其實有一些要感謝阿隆斯瓦斯 那可是呢他在2011年的時候自殺死掉了 OK 那為什麼自殺死掉了 那阿隆斯瓦斯死掉之後其實 衍生出很多美國在反省說 OK學術界到底應該做什麼這件事情 那他自殺死掉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一個學校裡面 他用程式自動下載了一萬多篇論文 然後呢 他還放暫瓦 OK結果就被那個 其刊的那個出版商給告 告了之後那個 就是出版商的律師啊 然後所委託的那些人呢 就威脅他說 要讓他一輩子都關在監獄裡面 後來他受不了就自殺了 可是他發明了Markdown 而且他14歲的時候就參與了RSS的制定 OK 那這是一個學術界我覺得非常可惜 也是產業界非常可惜的事情 好 那所以呢我們希望說我們出的雜誌之後 我們還可以再做公益 那做什麼公益呢 其實是可以的喔 如果我們看程式人雜誌的封面 你會看到這樣的一個封面 那下面的部分呢 你就會看到 欸我們是有定價的 那而且呢這個定價不是 不是把錢給我 是把錢呢捐給公益團體 好那因為字很小 所以我們就再放大一點 那時候我想了一個口號就是 讀書做善事寫書做公益 那所以歡迎大家呢 來來寫專欄 其實也有高中生幫我們寫專欄 高中生很會寫程式的 有喔 其實我覺得這樣其實是很好的事情 那高中生都可以投我們雜誌而已 大學生一定也可以啊 那而且我們很期待各位能夠來投我們雜誌 那但是當然喔 我沒有錢給各位 我們完全是無幾支 我們是公益的 所以我們所用的授權都是創作公用 那我就把這個訊息呢 放到Facebook上 然後請大家投稿捐網誌 那我發現我po上去的那一天 其實就很多很多的業界的朋友 他們就說OK 我捐我的網誌 那大家一起來響應 那所以我們就收到不少的網誌的捐獻 那這對我們來講就幫助很大 那在2012年底我們決定辦雜誌 那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一個Facebook社團 那接著在2013年1月1號呢 我們雜誌就出刊了 那在第一期的時候 我是用LibreOffice在編的 那各位可能會曉得 如果LibreOffice 那你可以用LibreOffice來讀 或者是你用 轉成PDF給人家看 可是畢竟現在這種 有手機又有平板 又有各式各樣的大小不同的裝置喔 這種是不太方便閱讀的 所以呢就有人說 怎麼沒有HDML版本 那我想一想也很有道理 所以我們就開始研究 怎麼樣子做出版 而且是有HDML版本的 那於是呢 我就一邊研究這件事情 一邊寫雜誌 那各位可能就會感覺到 因為我現在每個月1號 應該說每個月30號左右 就壓力就會很大 因為1號我就要把雜誌給出刊 那各位應該都可以觀察到 其實只有過年那時候 我延遲了 那其他的時間 我幾乎都是準時出刊 那我們測試過一些軟體喔 像MyTest 那這個是Lattest的東西嘛 像Space 那像Pandoc Calibrate 這些東西 這些軟體 那後來呢 我們就決定採用了 Pandoc 加Markdown這個語法 再加Calibrate 然後再加上呢 很程式人的方法 就是我們用 GCC裡面的Mac 來建置整本雜誌 那流程呢 其實 稍微有一點點複雜 但是也沒有真的太複雜 因為大家可能 如果寫過Mac專案的人 應該就很清楚 那我們就寫一堆Markdown文件 組織一下 就跟你編一大堆 市議員程式碼一樣 然後我們寫一個Mac file 然後去呼叫Pandoc 來把Markdown轉成HTML跟EPAP 那問題是Pandoc 其實也可以轉成Lattest 然後再從Lattest再轉成PDF 很可惜的是 在中文上面呢 我一直處理不來 所以呢 就放棄了 改用Calibrate 來做轉換 那後來又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後來寫一寫 發現有需要寫數學式 那這個數學式呢 它那個網頁是 是採用那個Google的那種 數學式的顯示 那如果你把它印出來的話 會發現在PDF裡面不能看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就顯示出 我們程式人的本性 程式人的本性是什麼呢 就是自己寫一個程式 然後呼叫Mimitex 你就去找開放顯示碼 Mimitex可以把Lattest的東西 轉換成圖片 然後 把Lattest的東西 轉換成圖片之後 印出到PDF 就不會有問題了 那於是呢 我們就用了一個 非常非常程式人的方法 辦了這本雜誌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其實我發現 會寫程式是一件 滿不錯的事情 那雖然其實我們寫的 我往寫的都是很小的程式 不會是幾百萬行的那種 那但是會寫程式 我覺得幫助還是很大 幫助很大 所以當我們發現 有一些工具不適用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想辦法 稍微改造一下 那當然要我去改造整個Lattest 我覺得有點困難 那要改造這些東西 我覺得還蠻容易的 那如果我們把程式能力 不要放在程式領域 我們把它放在 不屬於程式的領域 常常我們會發現 有滿不錯的效果 那這種形式風格 其實在我的人生當中 我發現常常出現 那出現什麼樣的風格呢 那就是轉彎 那我的人生常常轉彎 那怎麼轉呢 什麼時候轉 很多時候是 譬如說我看到那邊很多人 大家都往那邊擠 我最討厭擠了 所以我就轉彎 那解決不了的時候 有些問題 我就是卡住 就解決不了的時候 那我也只好轉彎 那我沒有興趣 我覺得譬如說解論 我沒有興趣的時候 我會轉彎 那所以 當我覺得 寫論文很無趣的時候 我轉彎了 那當我發現 升等不是我要的時候 OK 我轉彎了 那當我了解到 開放原始碼的專案很多 但是呢 我又寫不過那些人的時候 我也轉彎了 那舉個例而言 如果我要去寫作業系統 那我應該贏不了 翟聖夫 翟聖夫今天有沒有來 聽說他下午會來 對不對 那如果我去寫網站呢 我應該贏不了 Estate 那如果我去寫論文呢 我應該贏不了那些PaperMaker 那如果我要去申請 國客會計劃呢 我應該也贏不了那些大頭目 還有那種福特論文生產線 那所以呢 我就轉了又轉 轉了又轉 那麼一直轉不就是個魯蛇了嗎 你碰到 碰到挫折就轉嘛 那我覺得不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 就是這一個觀點是我完全不認同 那轉彎是件好事 有些地方人很多 競爭就很激烈 那但是呢這個世界是很大的 那我們一直在很小的地方去擠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 那總有一些地方人很少 而且他會很適合我 那舉個例子而言呢 我發現說寫文章的人很多 多得不得了 那寫程式的人呢也很多 open source那麼多專案 那寫程式文章的人好像 比較沒那麼多 還是不少 那如果寫程式文章的人還是很多呢 那寫程式電子書的人多不多 我發現少很多了 那寫程式電子書的人還是很多呢 那寫開源程式電子書的人 多不多呢 那寫開源程式電子書的人還是很多呢 那寫半開源程式雜誌的人多不多 一層一層下來呢 你就會發現N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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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那這個N層下去就不得了的大 這個很大的結果是 其實我們一定都可以找到適合我們的地方 好 所以呢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到最適合的領域去發展 那這種發展的結果呢 我認為它就是多元 那這是一直我在提倡的 那其實我也有在UDN寫專欄 就是聯合新聞網 那其實我不斷地強調強調這件事情 希望說可以對台灣的教育有些改變 那在很多元的世界裡面呢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他自己的天空 然後呢 在那片天空裡面我們就可以好好的去努力 而且那片天空裡面絕對不急 是你找到的 那這樣子我們的人才就會多元起來 那我們的人才多元起來了呢 那社會就會多元起來 社會多元起來呢 每個領域都有好人才 那我相信國家就會發展得很好 好於是呢 我們就不需要去勾心斗角 不需要去擬真我奪 那這樣子我們的社會應該就會變得更好 好這讓我想起呢 其實民國初年的蔡元培 她當北大校長的時候 她曾經說過幾句話 她說大學者囊括大典 網羅眾家之學府 無論何種學派 其言之成理 遲之有故 尚不達自然淘汰命運者 所以彼此相反 而細聽其自由發展 我覺得 這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學 那我也覺得 這是蔡元培能夠把 教育辦好的原因 那台灣的教育呢 我相信說 如果大家不要只是網論文專 大家可以更多元一點 容許各種各式各樣的想法 那我相信應該會更好 那在我的理想中 其實大學之所以大 是因為它能容納各式各樣的人才 不是只有一種 那在一個多元的大學裡面呢 有一些人他很會做研究 很會寫論文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有些人他不喜歡做研究 不喜歡寫論文 我覺得也是很好 他或許很會教書 上課很精彩 他或許很會實作 技術很好 他可以傳承給學生 那還有一些人呢 他或許上面的 他都不是特別的好 但是他很關心學生 就像媽媽一樣 那另外一些人 他很關心社會 充滿熱情 我希望 在現在的大學 台灣的大學裡面 可以做論文的 不要排斥做食物的 那做食物的呢 我們也要去懂得欣賞做理論 那各個領域呢 也都能互相欣賞 還有我想呼籲的這件事情 就是政府請盡量不要再來鼓勵我們了 像是他們會用五年五百億 還有什麼大小聯盟方案來鼓勵我們 那這時候呢 就會發生五齡浩劫 什麼五齡浩劫呢 各大門派就會聯手 來圍攻光明頂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有人GG了 那因為我們的政府其實總是鼓勵 明門正派 那我們這些小小的武館 一個不小心呢 可能就會得到劈邪劍譜 可是有一得必有一失 得到劈邪劍譜之後呢 你就會像林平之他們家一樣 那會 產生滅門之禍 然後呢 余昌海啊 佐冷禪啊 岳不群啊 他們通通都會跑出來 那這個武林就再也不平靜 現在呢其實我們整個台灣的大學裡面 華三派裡面的器中 已經壓倒了劍中 那封太師叔也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劍中的門徒呢 差不多都已經死光了 那還沒有死的門徒呢 其實我們在座呢 就有一個S劍中的師父 那門徒或許也有一大堆 那所以呢 我們的弟子每天都在蹲馬步 學數學 然後學理論 然後寫論文 學研究技巧 但是呢 剛剛前一個講者都講過就是 我們其實有很多人其實 不知道該怎麼寫程式 不知道劍該怎麼用 那蹲馬步其實是很好的 蹲馬步可以練內功 你知道那個男人的腿力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練內功 但是其實很無聊 那我們的技職其實本來就是讓他們先練劍的 可是其實我們的技職已經被消滅了 好 所以很多的地址呢 其實都練不下去 那 如果當初我們的政府沒有 制定那些補助器中 然後追殺劍中的政策的話 那或許這些地址都還可以學一些劍招 OK 那等到他們劍數夠好了 OK 那自然他們就會發現內力不夠呢 是會吃虧的 那他們就會想去練器 那自然呢 就會水到渠成 殊土同歸了 我看到很多寫程式的人寫到後來 其實他就知道說 OK 那原來那些理論是有用的 那現在建宗既然已經全部都滅絕了 那地址當然都是器中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我們還看到一些希望 所以希望像在場的各位其實就是我們看到的希望 好 那馬步蹲不下去的話呢 就更糟糕了 因為器也沒學好 劍也不知道怎麼用 於是產業界自然就不知道 找不到人才 那結果呢外國人就會殺進來 那這也是我們的產業節節白退的原因 那所以我在想 其實 政府往往制定政策的時候其實是善意的 但是這種善意呢 其實會摧毀我們整個學術生態 所以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努力下去了 不然的話呢 我們又會GG了 那這個江湖呢就會行風雪雨 在此我必須要先聲明一件事 那我的手上呢 絕對絕對沒有皮鞋劍譜 那也沒有屠龍刀或葵花寶典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沒有志工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